你好,吴台长,你好,我是1976年的龙,我想问我,我的身体可以康复吗? 我告诉你,你的整个这条脊柱,骨头都有点歪,你听得懂吗? 你尤其是在腰椎这个地方,骨头都是歪的,所以人就很难站直,你听得懂吗? 而且好像骨头跟骨头当中,就是一般的我看人家的骨头跟骨头当中,就是顺下去的,你好像有点拧着的,可能不是对人,所以这就是造成你经常会做轮椅,你听懂吗? 我这个病已经有12年了,我的颈向是有问题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从颈向这条一直到下面,你听得懂吗? 那我该念什么词呢?还是怎样帮我? 你真的也是很可惜,我看看你这个人能不能以后站起来啊,属什么大激进人啊? 你很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是,百分之四十,你懂吗?我告诉你,现在台长帮你治一治,好吧? 你试着站起来,站一下,可以不可以啊?我先细心能不能啊,你先不要站起来啊,台长先试着帮你治一下啊,因为我看到了,你身上是有东西的,我跟他沟通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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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舒服一点吗?刚刚觉得头空吗? 我先舒服一点,你马上还要舒服。 你现在两个腿动不动? 你现在腿,现在能动吗? 你这样动一个,好,动,起来,起来,好,放下来。 好,放下来,好,小弟啊,好,你们找两个人先扶他一下,后面来两个男的扶他一下,来,扶他一下,好,好,试试看,试试看啊,来,把下面两个东西拉掉,来,好,准备好。 再抱40,2,2,2 3,3,3,4,5,3,4,5 勇敢一点,好,一点点来 好,一点点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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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拖它一下,好 好 好 吹 好 把它抖下来 好好好 把它放下来 你们不会拉 你们边上两个人不会拉 你们后面再来两个人 把它拉起来 把它拉起来 好 好 把它扶起来 好 把它扶起来 我告诉你啊 我想问问她妈妈 后面是你妈妈是吧 好 我想问问你妈妈 她现在 她现在这个病生多少时间了 不行 今天 今天还不行 我刚刚已经给她加持很厉害 光下去很厉害 她还是扇不起来 嗯 她现在 她现在平时那个腿都不大能动 腿啊 不能大能动 她有点像 有点像高位节肢一样 嗯 好 好 她太胖了 嗯 好 好 好 腿不抖了 腿都不抖了 腿都不抖了 好 好 来 好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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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是吧 你做梦做到过有人追你吗 什么 做梦没有做到过有人追你吗 追我 就是追着你 你在前面逃 可能有啊 我忘记了 就是说你当时就感觉自己腿是好的 在走路 有没有这情况 有啊 有吧 有时我 我梦到 梦中 在游泳 在游泳 你觉得你的腿都是好的 对不对 对啊 好 我告诉你啊 如果 当梦中 梦到 腿是好的 就是生活当中她已经不能动了 但是身体上 梦中梦中梦中梦间自己腿是好的 是她暂时一段时间是不能恢复的 只有在梦中能够解决掉 所以很多事情在现实当中不能得到 在梦中能够得到 所以你听了懂吧 你也这样太多 我想我说看 我经常说的 你爸爸有没有开过餐馆啊 或者做这个 没有 他真的是在公司做 在公司做 但是看看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现在看见是有一个像动物一样的大东西 在扯住你的腰啊 你爸爸过去有没有打死过什么动物啊 你要他很善良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 这个事情就问他了 他如果自己 如果做过一点业的话 一定会抱到你身上 嗯 好 我想跟我妈妈问 你先不要跟你妈妈问 我先看看 这个灵性要不要多少小黄子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你的大腿一直到下面 基本上 筋都 筋啊 不连不上 血下不去 那懂吗 麻木 是 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能够腿抬起来 已经说明血脉有点通了 我不知道你妈妈给你念小黄子没有 她没有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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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真的是麻烦 所以是过去 我可以 我可以 你帮他 你自己帮自己念嘛小弟 好吗 我想 我想我的 刚才那个气场 你现在应该收到 你觉得没觉得你现在 左腿啊 右腿有点热了 要不 热吧 要不 好 再动了是吧 你再动一动看 好 可以 看见了吗 再动一动 好 好 好 不要着急啊 你看 刚才那个腿 你看那个脚 你这个脚 脚 脚板 这个地方 好 一点一点 好 好 看见了 好 你看 他根本站不站不站不站 他现在我帮他 刚刚这个左脚的筋 已经连上去了 你现在热不热 你现在热不热 小弟 有 有热不热 热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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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屁股 都热 都热 对不对 我的腰 腰在里 对不对 我刚才在想 我给他施了这么大的能量 他无论如何有感觉的 好了 小弟 第一 第一 好好地圈圈你妈妈帮你一起念 第二 你自己好好地念中 好不好啊 好吧 可以给小房子 能不能先念一百零八章 一百零 可以 一百零八章 好吧 好 其他的 我看 你们家里好像有灵性 就说你们家里有没有 手上过世的人的相片挂在家里 没有 有没有其他人的头像挂在那里 就是不认识的人的头像 就是不认识的人的头像 照片 或者有画的人 可能有了 有 什么叫可能啊 有人的头像 我告诉你 你们大家听好了 凡是家里有头像的画和照片 超过这么小的六寸的 大的全部都不要画 因为任何有人体头像的照片 只要立在家里 时间长了 就会有灵性上去 灵性上去 你家里就会积全不定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包括油画 还有藏古董的人一定要当心 凡是古董都不要藏 因为古董都非常容易吸引灵性来的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你去看 凡是藏古董的人身体都不好 我家有很多那个 古董 那个佛陀 statue 什么佛像 雕像 雕像 又没有烧香 没有 又没有供 好了 肯定上年轻上 难怪 明白了吗小弟 没事了 怎么你找到毛病了 要怎样 要拿掉 大家晚上到门口去问 他们会教你请下 怎么想请下来念多少经 他们有个范本 好不好 我可以在乎我的妈妈吗 她很孝顺 我妈妈的身体 几几年 说什么 1947年 租 我告诉你啊 你妈妈主要是 从这一段 到这一段 然后从这一段 到下肢这一段 这是表层 不是后面 是表层前面 说明你妈妈的心脏有问题 还有肠胃有问题 明白吧 好 谢谢 好吧 你要教她念经的小弟 否则你自己都救不了 你也救不了你妈妈 OK 好吧 谢谢你 好 谢谢 所以大家台长跟大家讲 如果一个人已经身体不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灵性走掉了 但是呢 他还是要恢复 一段时间 才能真正的体能恢复 因为虽然灵性不搞你了 但是你自己本身 还是有问题